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台湾竞争力论坛等机构 22号发表最新民调显示 有44.8%的台湾民众 支持大陆与台湾签订两岸和平协议 民调显示 支持大陆与台湾签订两岸和平协议的 有44.8% 高于33.4%的不支持率 有21.8%的受访者没有反应 46.4%的人认为 大陆与台湾签订两岸和平协议 对台湾有利 高于35.3%的人认为不利 没有反应的则有18.4% 另外 有63.8%的台湾民众 同意先签福贸货帽 再签恋爱和平协议 53.2%赞成签订恋爱和平协议后 建立军事互信机制 台湾竞争力论坛理事长 谢明辉指出 签署恋爱和平协议 应循序渐进 先签订福贸货货协议 恢复两会协商交流 增加互信基础后 再来谈判签订和平协议 他预估2020年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主轴 将会围绕着 两岸统独的议题打转 九二共识和两岸和平协议 会是蓝绿双方阵营攻防的重点 将期关键共识 属明发ует... 感谢观看